今天侯友宜去參加這次的會議 我覺得是一個很大的敗筆 今天國民黨提名誰 這個決策小組通過提名誰 傅崑崎言寬恆 侯友宜不是要反黑嗎 反金嗎 傅崑崎去當那個什麼 十個的那個 審核什麼小組 要跳出來 就國民黨組了一個 組了一個去審核候選人的小組 裡面有傅崑崎 裡面有李全教 裡面有好像黃昭順 有一些人 選策會 選策會 侯友宜不是寫了一篇臉 不行 難得清楚表態 反對黑金 我們不能走向逆流 不能當選策會的成員 可以當候選人 而且還是你提名的 這個選策會是侯友宜 然後你去提名 不能當選策會的人 可以來當我們國家的立法委員 侯友宜你告訴你 他立場很不清楚 我要是傅崑崎 我一定寫一個對聯還給他 你很假 就是你很假 假格相 奧格相 傅崑崎他們出錢出力 然後這群人 也不是自己要選 只幫國民黨裡面調和 要審核一下選舉對策 你說人家是黑的 黑金 不能逆流 一天而已就雞雞了 一天就被出力宣布解散 解散的時候有沒有 傅崑崎有沒有 還在立法院的門口 他難得被訪問喔 對 他那邊訪問說 都讓你們問 問到寶 說他槍槍有力 他直接向侯友宜什麼 對 你猴你來 對 對不對 這梁子不是剛結下嗎 你來 現在真的侯友宜來了 提名誰 提名傅崑崎 那侯友宜你不是 太絕了吧 Gay嘛 對不對 對 所以一個空 一個假 那這又空又假 國家可以交給他嗎 所以我們如果對照 今天賴清德 站上台上 不看稿 講的第一個問題 就是告訴你 身為要選國家元首 要當總統的人 請你把國家位置 說清楚 國家到底是什麼 對 我們的國家到底是什麼位置 賴清德告訴你 我們的國家叫中華民國 不用再宣布獨立 我們的國家的主權 是我們全體人民的 不隸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沒有宣布獨立的問題 主權不隸屬任何人 清清楚楚 你跟他辯啊 賴清德講好了 你可以挑他毛病 可以跟他辯論 那侯友宜到現在 侯友宜講很多耶 可是你們都會笑他 他就很好笑嘛 但是我要講 侯友宜的國家方向 現在面對一個很大的困難 我剛才講的 一個空 一個假 是侯友宜的個人的條件問題 他現在更大的問題是 國民黨現在變成廟了 變少林寺 少林寺進去要過什麼 十八同仁陣有沒有 統統統一直怕 下山的時候 要出山不是出山 要下山頭的時候 要過 你看郭台銘代表經濟籃 對不對 還有知識籃 知識籃認為你沒有準備好 然後還有深籃 劉家昌是不是深籃 叛徒不可以投他 然後還有韓粉籃 還有 那他現在侯友宜只能寄望本土籃 然後呢 你面對這所有的本土籃 什麼籃什麼籃的時候 我剛才講 國家定位又多了一個馬英九 這個公公婆婆給你下一個 你到底 你的對中國政策 你的國家定位 跟馬英九 一樣或不一樣 如果不一樣 馬英九會跟你貓 如果你跟他一樣 就是主張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所以侯友宜現在麻煩了 他現在對國家定位還沒有到 跟耐性的辯論的層次 他要過馬英九化好的框架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這框架他不能再尊重 好好做事情 我們要努力為國家做事 我們要尽忠尽孝 那不會過關了 所以侯友宜的空跟甲 被這幾個人剛好點出來 所以郭台銘還是有希望的 有希望 然後郭台銘的公公婆婆也是一堆 那當郭台銘困難也很高 侯友宜困難也很高 然後真的如東豪講 要拖到六月份的話 事情大條 到六月份的話 事事難料 你記不記得當時提名紅袖柱 到九月份傳出紅袖柱 要一張支票 然後後來開一個全代會就結束了 我跟你講 到過兩個月後 到要犯神事 很難講 真的很難講 晚間十點 敬請鎖定 朕知道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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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